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議程我要帶來的主題是開啟玩笑 他居然要104人另一堂的入門版 善用主扣模組複雜問題輕鬆解決 在座應該...在座是學生的請主手 好 很少 大部分的人應該都有用過人力銀行的網站 所以人力銀行的網站簡單來說就是要讓我們很方便快速的找到工作 所以我們這一個剛好有一個案子 那它是要做台灣跟日本之間的這種打工能核 這種人力銀行的概念的網站 所以才會有今天這個主題 好 那我呢 叫我們公司是聖誕老人 那我是公司負責技術的人 那目前已經做了大概超過200個珠寶網站 我們公司主要就是引這個珠寶作為核心開發 那專長比較偏向於這個RWD 那珠寶網站開發 那跟中國科技大學政大也有做一些合作 OK 那馬上帶來今天的主題 那因為這個比較偏向是一種案例分享 所以我一開始呢 我會先把我們客人的一些背景 那業務的還有一些需求 先跟大家帶到 那我們在面對這些業務需求 還有呢就是客人的需求的時候 我們要初期我們遇到什麼問題 那當我們今天遇到問題了以後 我們怎麼樣用珠寶的模組來解決 那其中 初期跟其中的差別其實不是一個專案的其中 而是當我們今天一個專案已經結束了以後 往往專案還會持續在不停的更新 因為客人的需求是一直不斷的在改進 所以其中就是我們面對客戶他的業務轉型了以後 還有其他的需求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來用珠寶來解決這些問題 那最後呢我們就講說問題持續 就是客人一直不斷的東西需求 他又有新的想法 那我們怎麼樣用珠寶網站 來持續的滿足他 那這是我今天的這個agenda OK 那我們就先來 趕快的來帶到這個案例介紹 介紹這個企業的背景 還有他們的業務跟需求 那這一個是我們的其中一個客人 他是日華國際 那他在台灣呢是專職做這個 他有兩個part 一個是做日語教學打工 另外一個是顧問 那講日語教學 在座有人有聽過JPT嗎 沒有 在座有人有聽過UNIQLO嗎 有對不對 UNIQLO呢 因為他們這間公司他們有兩個大的產業 一個是做日語教學 另外一個就是顧問公司 UNIQLO就是他們帶進來的 OK 所以就以日語教學這個部分呢 他們的宗旨很簡單 就是從日語學習 你學完日文的話要去哪裡 去日本玩 要去日本打工 度假 遊學 所以呢他們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從教你日文 幫你做考試 然後呢 帶你到日本去 這樣子一戰式的服務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他的服務有分日語學習 日語學習完了以後呢 有日本留遊學 打工 度假 最後呢就是日商就職 可能你想要到日本公司去上班 這是他主要的三大服務體系 OK 這一個是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今天 要講的用諸葛來做的一個 網友的樣式 好 那我今天帶來的這個 他們的企業的業務 並不是包含全部 只有站在其中一小部分 是以他的留遊學 留學跟遊學是不一樣的 那跟時間有關 你今天你去待三個月 那個好像叫遊學 遊玩 留學 我記得是三個月還是半年以上 那打工度假好像是兩年 OK 那我們本次的專案呢 我們跟他們接洽是以 留遊學打工度假為主 OK 客人呢 他提供的服務是什麼 簡單來說就是 日本的工作媒合 譬如打工 留學 正職 然後職前訓練 像我們如果要去日本上班 我們是不是要了解日本他們的這個 營運的體系 對不對 他們的文化是什麼 我們這些都要了解 所以呢 之前訓練很重要 再來就是在日協助 如果說我今天我想要去日本遊學打工 我在那裡人身地不熟 有沒有人可以幫忙 他們是有人可以在那裡幫忙 OK 所以 你們可以看到我下面這個備註 他們其實呢 他知道台灣人的線 台灣人其實比較保守 所以他希望台灣人很多人希望是 我在台灣我已經找到工作了 然後呢 我再出發去日本 所以他們要提供這樣子的一個服務 而且他這些服務呢 是全部免費的 所以他們有達成一個成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他說每四個人 就有一個人是通過JPTIP去前往日本 那 當時 在2015年年尾的時候 我們公司很幸運跟他們接洽到 那當時他們講的需求是什麼 他說第一個 為了擴大業務 他們希望呢 這個簡化線下的作業 他們本來什麼樣的人會去日本遊學打工 很多都是在他們那裡學日文的人 他們想要去那裡玩 所以呢他們本來都是線下作業流程 他們覺得那很累很麻煩 所以呢 他們想要從線下作業 變成一個可以整合線上線下作業的一個平台 讓我今天 我在這裡補日文 我想要看 我可以去日本的哪一個地區工作上班 那工作有什麼樣的類型 就像你們在104找人力銀行找工作一樣 我們也會先選我們要的職稱是什麼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我要在台北新竹哪裡上班 那他們的概念也是一樣 OK 所以 這裡寫說他想要從線下作業變成一個 整合線上線下的一個流程 那讓使用者能夠很方便的在網路上面可以搜尋工作 那通過了這個平台跟他們的線下人員可以做到後面的所有的流程 OK 好 那 網頁這一段要做什麼呢 當時我們接到這個需求的時候 需求的重點有幾個 第一個 他希望網站上可以提供各種的工作資訊 什麼叫各種的工作資訊 我可以簡單的開一下這個網頁 只是擔心網路速度會有點慢 等我一下 OK 因為這解析部有關係 好 他們簡單來講 就是要在這上面 讓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工作 然後呢 你在這個網頁上面 你還要可以搜尋你想要的地區 然後呢 跟你想要的時薪 然後呢 你有一些條件 譬如說我要不要簽合約 這些東西都想要在上面可以搜尋到 OK 好 所以提供各種工作資訊 納工台灣人來觀看 還有一個重點要各種的篩選機制 沒錯吧 我們今天要提供一個好的平台 來讓每一個想要去日本去工作或打工或度假的台灣人看的時候 我們今天要有很方便的一個篩選機制 那可能包含了什麼 類型 我想要工作類型 我想要去當服務員店員 我想要去餐廳工作 我想要去這個 他們有一些文化局 我們想要去這些地方工作 都有這些類型 那地區我想要去北海道 我還是想要去東京 這些都可以做篩選 那再來下面就是會員機制 像如果說有在104人利益行 你們一定知道 我們要有自己的帳號 然後我們要建立自己的履歷表 我們要能夠通過平台去跟企業聯絡 所以這是他們當時最重要的幾個需求 那最下面呢你們可以看到 我不知道後面看不看得到 最下面我有寫到一點叫做 預約面談系統 這是他們當時強調的就是 他們希望能夠整合線上跟線下的流程 來讓使用者能夠跟他們的服務人員 通過網站平台進行後面的服務 OK 好 所以這一個是當時他們在規劃 線上線下流程的一個簡單流程 當他們找到喜歡的工作的時候 他們只要按下我想要應徵 那他們的流程是什麼 他們流程第一個是 欸 你填完履歷表了沒 你如果填完履歷表 我們就可以直接到預約面談 那如果沒有填完履歷表 就要麻煩你填完履歷表 OK 那如果說 我們到預約面談以後 他又分兩塊 一個是現場 一個是線上的Skype 那現場面談的話 你們就一定要約人 約時間 沒錯吧 我們今天要到一個地方 一定要對應的服務人員 所以他要booking時間 以現場來說 那Skype也是 Skype我們也要約好同一個時間到線上 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流程是 你要現場 我有現場的選擇時間 那他們背後當然就會有說 今天我是一個服務人員 我同時只能服務一個人 那如果我在Skype 我可能同時可以服務兩個或三個 就會有資源分配的一些問題 好 那選完了以後呢 我們只要勾選 了解預約規範 然後再談出這個對話視窗 問他說 你是不是確定這個時間 最後就完成預約 現在講的這些東西 都是當時客人提的需求 那我後面就會開始講說 當我面對客人提的這些需求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用諸口來把它完成 就把複雜的問題 輕鬆的來把它解決 OK 所以初期 我們遇到的這個問題 我們要如何架構一個平台 來符合剛剛他們的需求 以這個客人來說 剛才講的這些需求 對他們來說是很直觀的 那 我們今天 我們在要做這個平台的時候 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要用諸口做 我們還是用PHP直接自己寫 還是會用 可以用Larafer 或者用Ruby 用其他的做法來做 那 為什麼 我們後來要選擇用諸口來做 OK 初期 我們面對到的問題是什麼 很簡單 這個我想也是 外面你們自己做網頁很常會遇到的問題 第一個 時間有限 預算也有限 這個是最簡單最直接的問題 那我們當時 時間只有三個月 那你三個月你要把全部的東西要寫完善 然後讓服務可以上線 其實我覺得是很困難的事情 那希望無窮 期待無窮 因為 我們這個客人 他本來就已經有這樣子的營運模式 可是他希望說 今天我如果一個網站的平台出來 照理講我的營業額會提高 沒錯吧 因為 我現下人 服務人員 我不用花這麼多人 你們都可以上網去找到你們要的資料 我甚至呢 我可以在網路上又服務你們 所以他們充滿了非常多的期待 也非常多的希望 然後他們覺得獨一五二 沒錯 以這個台日的這個工作媒合來說 全亞洲只有他們 他們說他們當時獨一五二很創新 要多傳統 那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每次到這個台北車站 他們公司在台北車站那裡 去那裡開會 那客人都會問我們一句話 最常被問的一句話 就是 這應該不會很難 就是他講完以後 他說 這個是很簡單的邏輯啊 這個應該不會很難 所以 這有時候 有寫過程式的 比如說他 他即便 他跟你講說 欸 Google搜尋的結果 Google我們每天都在用 所以 你的網站內要有一個像Google這麼厲害的 應該很簡單啊 你不是技術很好 所以 客戶常常問我們這句話 這應該不會很難吧 所以 這時候如果在座是工程師 你們心裡應該都跟我一樣 就是 對 好 所以 這個 現在這個才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 諸葛的一生 網站的一生 就是 我們要如何善用諸葛的模組 然後讓複雜的問題輕鬆解決 這個其實 我想也是大家來聽這一場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這就是 諸葛 那 我等一下 因為 我講的這些東西 我會比較 rough的帶過去 所以 如果說你們真的有問題的話 可以從 旁邊 那個網址來提問 因為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的人是很了解主口 所以 我講的會稍微淺一點 OK 以樣式來說 因為剛剛上一場有人在問樣式的問題 那像 日商公司 他其實是非常在乎 網站的外觀 所以 他們全部的design都是自己做的 那如果說 剛才有提問問外觀的人 或者是你們在座 你們想要做一個 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外觀的話 Drupal有這樣子的一個Think 叫做 ZenThink 那 這個我旁邊有列他的網址 就是你們 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他可以做出的外觀呢 是非常非常漂亮 然後也符合Responsive 所以 我自己是覺得 非常非常好用 OK 好 再來 這個呢 是網頁 非常非常常見到的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 Slideshow 好 沒關係請進 還好我前面講的 都不是 特別重要 這個是Slideshow 網頁呢 以網頁來說 Slideshow是 這個是必備的 也是靈魂的東西 可是呢 對於有一些 你不是這麼擅長寫程式的人來說 甚至你可能是後端工程師 可是呢 你會覺得說 大家都有Slideshow 那我一定要推薦你一個很好用的模組 叫做Sleek 它本身是一個JQuery的插件 只是呢 在Drupal的社群裡面 有人把它做成一個很棒的模組 上面你可以看到效果大家其實不太一樣 可是呢 他們全部都是用Sleek來做的 那Sleek呢 有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它支援 Breakpoint 什麼叫支援Breakpoint 就是說 你今天我們 因為大家尺寸 行動裝置 然後呢 平板電腦 然後呢 筆電 大家螢幕都不一樣對不對 像我下面這個Slideshow 它如果到手機板可以看嗎 它是沒辦法看 所以呢 Sleek支援說 我到手機板的時候 我甚至我可以把我的Slideshow的樣式把它換掉 所以它是非常的friendly OK 好 下一個 這個呢 才是 我覺得才是 今天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因為 以人力銀行來說 我們就先不管後面會員的功能層面 以人力銀行來說 我們重點其實是搜尋 我們要能夠最快速的搜尋到我們想要的工作 沒錯吧 可是搜尋 一般來說都是 我覺得是工程是一個很痛的地方 你如果說你要自己寫一些 Sequel的comment來做的話 然後有時候客人 他會說我搜尋條件想要換 換來換去 你哪一天你程式 為什麼當時寫這一行都忘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麻煩 所以像以這個來說 這裡其實有用AJX 所以你看 我在這邊我搜尋了北海道 然後 這是GIF OK 北海道然後我選說我要在飯店工作 右邊呢是會直接做置換的 像這樣子的一個 很簡單的這個搜尋的功能 可是往往是一個工程是 我覺得是一個很 就是你心裡會覺得說很麻煩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要怎麼辦 看似複雜的多重搜尋 以及排序 這有排序喔 我們最上面有一個叫什麼 醉心啊 人氣啊 還有薪資 因為我們會希望薪資由高到低排或低到高 低到高應該不會啦 高到低來排 所以呢這也是可以做排序 OK 其實剛剛的那一個東西啊 剛剛那一頁就只有這一個東西 這一個報表而已 這不是報表 這就是Fuse 剛剛上一場James 他在講的那個Fuse 有沒有發現畫面一樣 那我這個Fuse我做的非常簡單 我是使用DisplaySuit 他是決定前面的樣式 後面的Fuse 我就用這兩個模組 DisplaySuit跟Fuse 然後就這一頁的設定 我就把剛剛的全部東西都做完了 好 所有的搜尋 篩選 排序 這樣子做下來 你就算照我的這樣子設 不會花你超過五分鐘 好 所以 這個是我覺得是主口非常 非常非常厲害的地方 因為超簡單 那 還有一件我覺得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因為 客戶想要搜尋的條件 是每天都在變 真的不誇張 每天都在變 因為他說我們今天客人問我一個問題 要搜尋我搜尋不到 他明天就會打電話來跟你說 為什麼我沒有這個搜尋 那以往你們自己寫PHP 你們要加一個搜尋 厲害的工程師 可能啊 你花五分鐘十分鐘可以做得出來 那 用Fuse 即使不厲害的工程師 你也可以五分鐘做出來 我覺得這是非常厲害的事情 好的程式 我覺得是 可以讓 不管是厲害工程師 以及不厲害工程師 都能夠很方便使用 我覺得這樣子的彈性是最好的 所以這個Fuse是可以給你們參考 我覺得是非常好用 OK 那再來下面這一個是 剛剛講到履歷表的部分 因為客人想要履歷表 所以 像這個樣式啊 全部都是用正 用正來做 這個 這個 我下面 右下角 我寫了三個模組啊 一個是Profile 2 Profile 2 是拿來專門做 除了個人帳號以外 如果說 你想要幫這一個 使用者 建立其他的 Profile資料 你可以用Profile 2 建立非常多你想要的資訊 像履歷表 它就屬於 它就是屬於什麼 帳號密碼之外的 資料 那這些資料呢 我會需要 他們填完以後 要跟日本的廠商go over 所以我這裡用Profile 2做 那Fill Group 再加上Fill Group Link 可以做出 你們看到我右下角這個圖 右下角這個圖 你們大概看不是很懂 它其實是一個 七個step 你們有沒有看到 前面三個是打勾 然後呢 後面呢 它現在正在填 第四步 叫做什麼 學歷與工作經歷 然後後面三步沒有 為什麼要做這個呢 因為 填表單 最討厭的就是一次填完很多 沒錯吧 一個表單 如果說三百個欄位給你填的話 你看到第一頁 你下一頁就是直接把tab關掉 都這樣子做吧 那如果說 你今天 你一頁只要填四個 像這個 一二三四 填四個 按下一步 下一步 又兩個 又三個 你填的意願就會非常的高 這個是日本人的設計 所以 他們就是想要很精簡 讓客人能夠很快速的填完 那要怎麼做 如果你自己做的話 你們會發現說 今天我可能填到第三步 我網頁不小心斷 那怎麼辦 或者我回上一步的時候 我資料是不是要在 這個要寫程式 我覺得都很麻煩 因為我自己要寫PHP 我都不知道怎麼寫 可是我用模組 這三個組合起來 我就做完 OK 好 下一步 這一個 就是我剛才講到的 預約表單 前面 有畫一個流程圖 那這個流程圖 就三個步驟 就前面 你要先 你有填履歷表以後 你再來就是要選擇是線上 還是線下 那下面這裡呢 就可以根據你想要的時間 來進行做選擇 好 那當今天你 我們剛才不是說選擇的時間 我帶大家回來看一下 前面這一個 你看我們第一個是我想應徵 履歷表已經完成 我們要到預約面談 到預約面談的時候呢 我們會有什麼 現場或Skype 然後我們要選擇時間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要勾選已經了解的規範 然後確認時間完成預約 這是客人化的 不是我們化的 那我們要把它做出來 那後來 就變成像現在這樣 OK 所以前面先選擇 現場或者是Skype 下面選擇時間 然後我們是不是要確認 確認資料 然後這裡有一個 你是否確認 同意 這個時間 那如果都同意以後 就送出 OK 喔 我下面抱歉 我漏講一句話 我這個呢 我其實是用這個模組 叫Entity Form 所以 我剛剛講的全部的東西 功能好像都很複雜 其實我用模組就解決掉了 好 這用Entity Form就完成 那 Entity Form還有一個很好的好處 像 如果說 我是學員 我上網預約成功以後 再來不是 客服人員要去聯絡這個人嗎 對不對 所以呢 也就是說 我們的客服人員 也要在這個平台上面 同樣去看這些資料 沒錯吧 那 他們的公司是這樣 如果說今天 這一筆訂單是 我要來負責的話 我甚至 我會留我的名字 叫Ficture 然後呢 我會在下面備註 一樣我都用Entity Form完成 所以 下面這一頁 就是 他們的管理人員 可以看到的東西 他們管理人員 可以看到說 欸 我今天要預約的時間是什麼 然後我可以把他的更新狀態 調成 預約成功 然後聯絡專員 什麼備註 他都可以在這裡做選擇 那這個是用Fill Permission 就是 他可以 Fill Permission是一個模組 他可以 來讓特定的欄位 只能夠讓特定的人看到 那就可以做出一個表單 然後呢 我是管理人員 我看到的欄位 跟你們看到的不一樣 就可以做出剛剛這樣子 很棒的一個效果 OK 所以 這個是我們 就是一開始在做網站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這樣子把東西都解決了 好 那隔了一年以後 他們做的其實還不錯 真的還不錯 那當時 他們就提出了更奇妙的需求 那我覺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如果說在座大家都工程師 你們開發完一個專案以後 你們覺得開發完專案是一個結束嗎 絕對是錯的 開發完專案以後才是下一個開始 那下一個開始的挑戰 才是最恐怖的 因為你想要突然 你是沒辦法跟客人講說 抱歉 我想要重做 這句話你是講不出來的 所以 我們其中 我們面對客戶的轉型的時候 我們該何去何從 我們1718年 客戶提了一些東西 他們公司原本是以打工為主 結果發現說 打工還不錯 大家很有興趣 所以他那時候說 我們來考慮做正職好了 打工跟正職有差 光合約就有差 那你的履歷表也有差 然後 他們業務又提說 從 到日本 打工遊學 到 我可能是學日文的人 我想在台灣的日商工作 可不可以 可以吧 我在台灣日商工作 為什麼我要上104去找 我就在你的網站上面找就好啦 所以他那時候說 我希望我在我網站 不再是提供到日本去工作的這個機會 希望還能夠提供在台灣工作的機會 那這個又是完全兩回事 沒錯吧 本來我們前面不是講說 他們希望在台灣能夠很開心的 找到工作以後再到日本 那現在不是 你在台灣 你就可以找台灣的日常模式 好 再來第三個 修改註冊與填寫履歷表 第三點其實才是最讓我痛苦的事情 因為我們第一階段 像大家都有上過104或11人力銀行 你們填寫履歷表的時候 是不是都要有自己的帳號 都要有自己的會員 沒錯吧 那他們跟我提了一個想法 他說 如果每一個人都要註冊才能填寫履歷表 那多麻煩 能不能夠不註冊就可以讓他填寫履歷表 甚至還可以讓他拿著我們公司做的履歷 去其他的地方應徵 這樣不是很好嗎 那各位 你們現在聽起來覺得怎麼樣 所以他們那時候 叫說我要修改 修改註冊的流程 跟填寫履歷表的流程 要推免註冊 免註冊 三分鐘要線上完成履歷表製作 然後我覺得這根業務 有時候開發工程師真的會覺得業務 真的是很 等一下有一張圖一樣 就是 對 所以那個 我們這個業務他說 免註冊就可以填寫履歷表 代表什麼 代表我只要有填寫履歷表的連結 我就可以發Email給成千上萬個人 讓他們直接填寫履歷表 我就可以拿到他後續的全部的可能性 所以那時候他們提了這一個 然後他們帶著公司的技術長一起來找我們 就說我們覺得這可行 再來提供追蹤職缺跟線上諮詢功能 追蹤職缺以你們在10411人力銀行來說的話 他一樣都是會員才有這個功能 沒錯吧 那他希望一樣要提供匿名使用者 他希望不要註冊這件事情 在他們的網站裡面能夠發行 我不註冊 我都可以用我網站上的服務 那這個要怎麼辦 OK 所以這個時候 對他那時候就說 欸 OK 你們行的你們 很棒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又很快速的就是 又會覺得說 那 好 下一張 所以那個時候該怎麼辦 那我們那時候雖然覺得很煩很討厭 可是 其實用豬狗做超簡單 可是我們在他面前一定要展現出 我這個 我可能這半年我都要做你的東西 沒辦法 結果回去花30分鐘就把它幹掉 好 這一個 就是正職 你們有發現說正職其實 我們要做正職其實很簡單 OK 正職跟打工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薪資 打工是 是算十星 正職是算月星 沒錯吧 然後 他當然還有一些欄位 是完全不一樣 那如果說 以自己開發的PHP來說的話 Database你要動這些欄位 是很討厭很討厭的事情 可是以豬頭來說 你要動這些欄位是很簡單很簡單的事情 OK 所以我們要改正職或打工 我就加一個欄位而已 剛剛你們有看到James在移欄位三欄位 都是幾分鐘的事情 幾秒鐘 對不起 幾秒鐘的事情 在我們這裡也是一樣 我們就加一個欄位 就是分正職跟打工 我們就做完了 然後樣式的轉變 那我前面我說我是用DisplaySuit 那以Drupal來說呢 它每一個外觀都有一個TPL 你都可以用對應的TPL的檔案 那現在可能叫Twig 就是Drupal它都有很方便來改樣式的東西 所以我這個網站中的Drupal其實也是TPL 所以我在這裡面加了一些不一樣的判斷式 就可以把外觀變得完全不一樣 那增加台灣區的工作 本來我都跟他講說超困難 結果呢專業我就加一個分類 就是台灣 然後按下儲存就做完了 可是我那一個 我記得我跟他拖了一個禮拜 因為我跟他說這個困難 這個困難 這個困難 那念一念以後 一個禮拜做完 他也覺得說那個技術超好 其實用Drupal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出很複雜很複雜的東西 OK 那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欄位 我就加一加而已 好本來打工跟正直 我就把它當一篇文章把它加進去 那右下角的是TPL的這個樣式 OK 免註冊即可提供制作與力表 這一個呢是Profile2 一樣 那我這邊就直接講 我剛才不是要把註冊 免註冊嗎對不對 他們要提這個很討厭的想法 那工程師厲害的地方就是 我們懂得曲解 曲解客人的意思 對不對 客人說免註冊可以填 那我們解釋的就是註冊完以後再填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只要把客人想要的東西 稍微轉變一下 他們是沒感覺的 所以呢我就是很簡單 就是你一樣填履歷表一樣要註冊 只是呢 我把註冊呢 這個欄位丟到履歷表的第一頁 我就做完了 所以我的履歷表第一頁 從那天開始就換了 就變成這個是我填履歷表的第一頁 第一頁要的是什麼 Email跟密碼 其實他都沒有註冊 所以你看他填完這裡 然後建立履歷 下一頁就是填基本資料 我就做完了 所以客人又覺得我們神不其盡 那最後做完了以後咧 下一個階段就是做這個 我們要把東西產生出來 產生成PDF 變成像這樣子 那這個其實是用一個很棒的模組 叫Print 你要變PDF是多困難 你用Print的一下子要做完 然後再搭配它的一個TPL 叫Print PDFDN TPL.PHE 你就可以把樣式給改掉 OK 好 因為時間 有點不夠 我要再趕快 追蹤直缺跟線上諮詢呢 很簡單 就是用Flag加上Entity Form 我們就可以把它做完 那如果說 你們想要追蹤完直缺以後 再加線上諮詢做完以後 你想要得到通知 Druple有一個很好用的模組 叫Rules 它可以在你送出了以後 它可以 譬如你要記性 你要做任何的動作 你都可以用Rules這個模組來達成 OK 這是點選加入期望直缺 然後 這是他們的期望直缺的後台 然後按下我想要印證以後 Entity Reference可以 Entity Form可以做到這樣子 就是 它下面呢 你們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它都是沒有註冊的狀況下 我想 我剛才加入了追蹤清單 按下我想要印證以後 它就會把這些資料塞到這個foam裡面 然後一併送到客人的後台 所以客人就可以在你沒有註冊的狀況下知道 你現在這一個人 他是對於什麼直缺有興趣 所以我們其中又解決了 那一直到最近 客人又有新的想法 所以 要提供更多的服務 有更多的位置 好 提供更多的服務是什麼 嗯 他說 如果服務可以到整個亞洲區 我們順時間要論一下 什麼叫到整個亞洲區 代表說 今天我們都是讓台灣的人 在台灣應徵工作 讓台灣的人 在日本應徵工作 那如果這套模式搬到香港 搬到這個日本 搬到其他國家呢 我們就往下一個議題來看 然後下一個就是整合串接 客戶說 如果說我們整合線上線下下一個步驟 我們有公司的CRM系統嗎 我們可不可以跟我們CRM系統整合 然後再來 他們不是有很多工作嗎 對不對 如果工作可以直接跟日本的各大的工作 做整合的話 我們要怎麼辦 垂直整合 我應該一開始就講到說 他們是做什麼 他們做日語教學 日語教學完以後 打工度假沒合 然後最後再做這個正職 所以他們有幾個大的服務體系 如果他們想要全部整合在一起 讓一個會員他可以從學習 一直到去上班到正職 他有 他把這個會員的全部資料 建在一起的時候 是不是叫垂直整合 他資料怎麼分享 OK 所以客人就 好 所以這個是現在我們 馬上再持續進行 遇到的一個問題 OK 所以我們到了一個結論 好 結論 我覺得第一點很重要 就是 起訴專案 完成並不是一個結束 它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好 然後再來 彈性效率速度穩定 我覺得是 開發專案必備的考量因素 因為現在大家都想要 在很短的時間內 開發出非常彈性大的一個網站 所以這次一定要考量 那第三點 我覺得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人事異動 將會體現你穩定 開發的重要 我們這一個專案 中間換了三個承辦人 然後換了三個工程師 可是這個案子要持續往下進行 那你們在開發東西的時候 這個就是標準化的重要 穩定的重要 所以你們做出一個專案 即使中間的人 即使人事異動 可是我們的專案要持續往下走 持續往下進行 那最後 改變是客戶的權利 做得出來是實力 因為客人每天都會在改變 我們現在 在這個環境下 隨時隨地 都會在改變 那這一個是 珠寶剛剛有的一句 我很喜歡 它叫 Make something amazing for everyone 它真的可以做出非常 非常酷炫的一個東西 好 所以 我來看一下這個 使用珠寶如何跟客戶報價 是否提供收費的範例 我這裡 其實報價這一段 我有點難回答 如何跟客戶報價 因為這個通常都是我們業務在處理的 可是 如果說你們在座 是 有對珠寶有興趣的話 我只能跟你們說 說 珠寶他在做網站 你會越做越快 因為他都是設定 當你今天你設定熟了以後 你會越做越快 可是並不代表說 你越快 你收費的金額可以往下降 我覺得 因為 這一個是 一個經驗累積的一個過程 那 如果說你可以在很快速的把東西做出來 又穩定又好 但他一定有他的價值跟價格在 好 Multi-step表單 是否可以半途儲存 未填寫的欄位內容 必填也可以儲存嗎 我記得這個是有模組可以做 好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OK 所以 這個模組一樣 剛才James有講到 你把你的需求打在網址上面 後面加一個珠寶 我相信你就可以找到 好 CMS容易壓低網站開發的價格 這要怎麼處理 好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我們開發到現在呢 很少有客人會問我們說 你到底用什麼開發 客人只在乎一件事情 就是做出來的 合不合他用 如果不合他用 即使只有一萬塊 他也還是會靠位一定很多 好 OK 好 程式薪酬也能快速上手嗎 我相信 程式薪酬學主口超適合 因為如果說你想要寫PHP 想要寫那些Coding的話 倒不如學設定 我覺得你可以挑一個很好的工具 做出一個像剛才這麼複雜的一個網站 那我們還用他做出了非常多 像是e-commerce 還有一些特殊邏輯的東西 我覺得都很棒 OK 有遇到什麼坑或Bug 是花時間很多的解不來的嗎 沒有 我們所有的Bug跟坑都解決了 OK 那現在是1點59跟55秒 那我就很油滿地結束 那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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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